大家好,我今天来聊一聊这个新西兰,澳大利亚和这个斐济,哪一个国家更适合你啊 当然听到这个话题呢,肯定很多人会想,肯定是新西兰澳洲啊 人人都想去新西兰澳洲是不是,谁会想到去斐济呢 实际上中国有一句俗话,叫你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啊 今天呢我就来讲一讲真实的两个案例啊 第一个案例呢,是在大概七八年前,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啊 他带着1200万去了这个新西兰,做了一个投资签啊 我这个朋友呢,其实是在国内,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面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一个小的企业家 不叫企业家,应该算是一个商人吧 在七八年前能带出1200万现金来到这个新西兰的人 在小县城里面啊,算是真的是很厉害的 那么我这个朋友呢,老子是特别的好用啊 那么他来到了这个新西兰以后呢 当然他肯定也是想大展宏图啊 他看到新西兰土地也不小,人口也不少 而且呢,中国人也喜欢喝这个新西兰的牛奶 那么还喜欢喝新西兰的这个葡萄酒 那么这些看起来都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商机啊 那么于是乎呢,他又想在新西兰呢 做他的第二次创业啊 于是乎呢,他就来到了新西兰以后呢 做了一个投资签证啊 那么他一到了时候呢,就开始投资了一个巨大的这个办公室啊 就开始招人,装修 当然就开始把这些工作全部铺开了 当他在整个开展的过程中 他发现啊,比他想象中难度大很多了 第一,所有的费用是高很多啊 第二,程序相当的复杂,超过他的想象 尤其是他的英文又不好,所有的都需要这个专门的请这个翻译啊 请律师请翻译,就花了很多钱 而且呢,就是在这个办公室这个投资所有办公用品 还有装修这个过程中也花了很多钱 前前后后几乎就是花了好几百万啊 最关键的事情是什么呢 在这个一年还不到的时候呢 他整个经营就出了问题啊 根本赚不到钱 那么他赚不到钱就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的纳税的金额和他请的工人的数量 是远远达不到他这个新西兰这个投资的要求啊 那么一年以后就被这个新西兰这个投资局无情的拒签了 那前期投资了这个几百万 那就全部打水漂了 你想这么一个在国内成功的一个商人啊 跑到新西兰来 一年的时间就把几百万全部全部费完了 第二个案例呢 也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啊 他带着自己的家人老婆和孩子 以什么方式呢 就是以他的这个老婆这个学签 去往这个新西兰 那么带着孩子先去 去了以后呢 大概过几个月以后呢 他拿的这个就是旅游签 就去这个去往了新西兰 他想干嘛呢 他想以 只要登陆这个新西兰嘛 那么他就可以这个 找工作 那么找到工作以后呢 他的孩子读书就不要钱了 实际上这种计划是非常perfect啊 非常的完美啊 其实在我之前我也觉得这个计划也很完美 因为这种计划很多人确确实实是成功留在了这个新西兰啊 那么为什么我这个朋友并没有留下来呢 当然有几个原因啊 我在这里分析一下 不一定全对啊 第一呢 我这个朋友呢 去的时候呢 整个新西兰的这个费用啊 是大幅的上涨啊 比他这个预期上涨了很多 尤其是在今年啊 因为疫情的时候呢 这个新西兰非常的缺工 那么新西兰政府呢 就为了希腊更多的工人 为这个新西兰做出贡献 那么他就把这个移民的这个门槛打开了 很多这个中国人就大量的涌入这个新西兰啊 那么新西兰这个用工的缺口很快就没有了 尤其是什么呢 尤其是很多中国人过来以后呢 英文都不好 那么他就到华人的公司工作 那华人的比例本来就不高 那么很快华人公司的这个工作岗位就占完了 那么后来的这一批人去了以后呢 就没有这个华人的工作岗位了 那么他们就要意味着去这个 洋人的这个 就是那些白人的公司里面啊 那么你去白人的公司里面工作 那必须有一个条件 就是你的英文必须过关 要不然老板都没办法和你交流 不可能请你请你做工是吧 那么我这个朋友呢 他的英文不太好 那么当他老婆孩子在这儿 这个学习还有这个读书呢 就接近加上我看 加上中介费 加上孩子读书的费用 加上租房 大概就花了二三十万了 那我这个朋友来了以后呢 计划者是在半年以内找到一份工作 那么他的孩子就可以免费读公立学校了 结果呢 在我这个朋友来的时候呢 他还发现计划中的这样 并不能成型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连续的载到几家这个华人公司 都被拒绝了 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公司呢 是干那个粗活 就帮别人 就是清理这个工地上的这个废渣 这个活谁都能干啊 那我这个朋友去 干了三天 放弃了 为什么呢 我这个朋友在国内是做生意的嘛 他从来就没干过体力活 你想在这连续干三天的体力活 他根本就受不了 后来不得不放弃 后来呢 他也没有放 他到了其他公司 也是连续的去应聘 刚开始三个月呢 还是心心十足啊 在这到处找工作 后来第四个月 第五个月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越来越没有希望了 而且费用是越来越高 这个租房子是在新西兰 因为涌入了流动人口太大了 用工的人太多了 那么房租也涨得很快啊 而且而且还很难租房子 六百五十牛币一个星期啊 哇 那个价格真的是让很多人受不了的 而且最关键是 他们一家人都没有收入 完全是支出啊 那以前辛辛苦苦 存了几十万上百万 看着看着看着就变少了 那心里就发慌了 第五个月第六个月的时候 就完全放弃了 那么他们一家人最后 大概大半年的时间 可能还不到一年时间 就整整花掉了五六十万人民币啊 他们一家人最后没有办法 只好选择回国啊 这两个案例呢 一个是投资签 一个是通过学生签 去往这个新西兰啊 后来都是失败的一个移民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失败了 我只是指这两个人是实实在在的 我认识了失败了 今天我想聊这个话题呢 主要是因为我新西兰的有一个朋友啊 给我打电话 想通过我做这个视频来 做一个告诫吧 如果想去往新西兰和澳洲 你一定要掂量掂量自己的能力啊 你必须得具有三个条件 第一就是你非常的有钱 比如你上亿的家产 去新西兰就去享受生活 买地租房 那你就可以享受人上人的生活 那么要不然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英文特别好 你从到洋人的公司去工作 如果你这两样都没有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你要有吃苦耐劳 而且技术要非常的好 有一技之长嘛 那么你找到一个老板以后呢 你确实能给老板创造很多财富 就是你的英文不好 那么你也可以留在那里 但如果这三个条件你都没有的话 那么还有一种就是你的毅力了 如果你最后连一点毅力都没有的话 那你只有毁力都要回国啊 这种惨痛的这种经历啊 我不希望看我视频的人有这样的 有同样的这个经历啊 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因为这么一折腾 时间也没了 钱也没了 所以说朋友们 我觉得不管你选择哪个国家 一定要适合自己啊 哪不是选择斐济 好了 朋友们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就给我留言 我是斐济的Danyl Mori